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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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如果要好 会做事的人 一定要站出来承担 不能 不能因为 现在社会 比较喜欢能收善道 比较喜欢光鲜亮丽 那一些会做事的人 不属于这种类型 就独善其身 所以我个人想一想 要怎么样能够扭转 扭转这样的受用器 要怎么样救台湾 要怎么样救联名 救生活 我想一想 应该是让会做事的出来 所以我是认为 刚才讲说 我们一定要把社会 虚滑的 崇散虚滑的社会 把它拉到 拉到这个图实 重视图实 重视这个脚踏实地 要很踏实 这样才能够让 让台湾进步 才能够让人民 过更好生活 所以我 既过去 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 让我机会 做了很多的训练 我做了很多的机会 历练 有很多的经验 有很多的经验 违馈给地分年龄 如果比大 如果支持我 我愿意 代替元晋长出征 要争取新北市的市长 所以我 不管苏子协还是蔡主席 我都曾经拜访过 不止一次 然后 非常谢谢他们 有多鼓励 这个 对我来讲 他们都是很正面的 所以今天是 民进党当初 27年 我想到 这个27年前的今天 我真的是百管交集 不过 27年来 台湾的民主化 在大家努力之下 真的是有成果 所以过去曾经说 台湾经济奇迹之后 创造了政治奇迹 令人遗憾 最近几年 台湾民主倒退 自由倒退 民主自由倒退 所以 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更惨的是 人民的生活 都度贴如 国民党 政府上升以后 很多都是偶遍的 633 王金十年 都是偶遍的 不但无能 还搞度争 但是这种力度 已经到毁限乱政 要把他 把整个新北市政 要把他拉起来 甚至要 让新北 以旧北 并价齐齐 或者说 新北 要迎头赶上旧 那这个一定要有 非常大的勇气 魄力和执行力 但是现在你们看 一场大雷雨 新店土层树林 统合 到处淹水 到处淹水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最近几年 新北市是没有建国的 看不到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新北市市长 让人家有点觉得说 吃娃来吃娃娃 如果是 就国民党 比如国民党里面 人家说鼠东吴大将 廖花这些 国民党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 优秀人材了 刚才说 大家说 崇散虚伐 那 如果民调 说 谁最适合来选 暴林医留总统 朱立伦都是 民立第一 从民调看 但是如果说 构限是最后民调 说 施政满一度 谁最高 每个朱市长 或是近北梦中 后面几年 这由此可见 可见就是说 新北市这样 是不会减股的 经过这一段时间 一再的思考 尤其看到最近 马上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 决定 希望说把我过去的 这个意念 回馈的土地 好